在中国南篮青黄不届的阶段 易见连成为令人信赖的老大哥 为中国南篮攻防两端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如今易见连的岁数已经不再年轻 但是在年轻球员还未扛起中国南篮大旗的情况下 易见连依然被球迷们称作中国南篮一哥 而他也斩获了一个辉煌的职业生涯 职业球员的目标都很明确 在国家队肯定是为国争光 在职业联赛则是努力帮助球队夺得总冠军 易见连职业生涯分为CBA生涯与NBA生涯 相对于CBA生涯取得的成就而言 易见连NBA生涯之路则是布满了坎坷与荆棘 如果有关注易见连的球迷就会知道 他一共效力过5至NBA球队 分别是雄鹿07-08赛季 篮网08-10赛季 奇才10-11赛季 独行侠11-12赛季 和胡仁16-17赛季 易见连的高光时期 是为篮网效力 尤其是在09-10赛季 易见连场均出战31.8分钟 场均贡献12分 7.2篮板一盖帽 如此出色的表现 确实值得球迷们的称赞 在效力过的5支NBA球队中 有一支球队 没有给易见连太多机会 那就是洛杉矶胡仁队 最终双方在季前赛结束后 就和平分手 这也是许多球迷 不知道易见连效力过胡仁的原因 在16-17赛季 胡仁用一份一年800万美元的合同 签下一见连 这份合同与普通合同 有着很大的差距 那就是这份合同的基础工资 为113万9123美元 可是保障金额仅有25万美元 抛开基础工资 剩余的686万0877美元 全都被计入合同奖金 如果易见连无法达成 合同里面要求的条件 那么就无法获得 686万0877美元 正所谓梦想是美好的 现实却是残酷的 易见连当时为胡仁出战了八场季前赛 胡仁均没有给他太多出场时间 易见连自然不愿浪费自己的巅峰期 与胡仁和平分手后就回到CBA联赛 最终易见连拿到手的数额 仅剩下25万美元的受保障薪资 这与800万美元的合同确实有着悬殊的差距 或许是为了更快融入洛杉矶的生活 又或许是认为自己能够长久留在NBA 易见连效力胡仁期间 还特意花了八位数购买了一栋洛杉矶豪宅 相信大家看到后都开始做算术题了 那就是八位数到底是什么单位呢 没错 八位数就是千万级别 当时易见连花了1000多万人民币 折合美元158万购买了这栋洛杉矶豪宅 当易见连与胡仁分道扬镳之后 他并没有把洛杉矶豪宅卖掉 上赛季前往美国治疗伤病的时候 易见连入住的正是自己这栋位于洛杉矶的豪宅 那么问题来了 易见连效力胡仁期间 豪至八位数购买洛杉矶豪宅 如今市值多少呢 从购买豪宅的时间线来看 易见连是在2016年的时候买下这栋洛杉矶豪宅的 如今6年的时间过去了 再加上这栋豪宅位于寸土寸金的洛杉矶 市值自然也有了不小的提升 洛杉矶房屋过去6年里的增值区间 在43%至46.5%之间 即使按照最低的43%来计算 易见连这栋洛杉矶豪宅的市值 也已经从158万美元升值为225.94万美元 折合人民币1440.79万 对于易见连来说 这也算是塞翁失马 焉之非福 虽然胡仁当时没有给予易见连足够的出场时间 导致双方和平分手了 但是易见连购买的洛杉矶豪宅 市值却有了不小的提升 不过从易见连职业生涯取得的成就来看 他当时购买洛杉矶豪宅并非为了赚钱 而是希望自己效力胡仁期间有一个落脚之地 如今豪宅市值有了提升 这也算是一个惊喜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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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